平時的樣子哭到鎮的吳鎮宇 近年在鏡頭面前提到囝囝的時候 終於都被大家看到他的慈父樣子 但原來除了囝囝 鎮宇對著小動物 都是大家意想不到這麼鐵漢有情的 我很累 不玩了很累 話說很多年前 鎮宇家多了一個新成員 就是沙皮餃匹牌 可惜之後匹牌確診患上癌症 當時的獸醫還打給鎮宇 建議他人道毀滅 鎮宇當然不答應了 還說宗教有提及輪迴 覺得匹牌一定是因為前世做錯事 今世做狗來還債 如果自己決定將他人道毀滅 匹牌可能下世要再做多幾日狗 才還得清條尾數 結果匹牌陪多了鎮宇兩個月 就去了彩虹橋道做小天使了 鎮宇還曾經透露過 匹牌因為咬傷人 被法院判決坐牢隔離7天 當時鎮宇還走去探監 可想而知一人一狗的感情有多深厚 匹牌不用怕 有我有你 終於有我就有你 有你